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融资 那么它主要解决的问题 这一张它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你要做这个项目 你投资这个项目 首先你要看它有没有盈利能力 如果你投资这个项目将来都不挣钱 都赔钱 自己赔了 股东也赔了 那就别做 就是盈利能力的评价 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承战能力 因为你现在我们做一个房地产或建筑 你都要很多钱 上千万甚至上亿 那么你没有这么多钱 你很多要借 借银行的 借其他人的 那你要融资 那融资就是一道 你能不能满足还款 还款能力的评价 这个都属于我们的经济分析评价 主要就是融资 主要就是这个盈利能力评价 承战能力评价 还有融资 那么融资的话 你要考虑你怎么借 很多融资方式 资本金的来源 借款的来源 如果这些钱都要有资金成本的 以及资金成本的计算 尤其是这个融资模式里边的PPE模式 就是3P模式 3P模式是我们登前国家政策指引 或者解决融资问题的很关键的一个模式 也是我们考试的一个重点 总的来说 这一张是考试肯定会涉及到的 那有的张它可能一分都不涉及 但是这一张是确定无疑会考的 一般都是在25分左右 我们看这一张考试大纲的要求 这一张的话 考试大纲要求是比较多的 包括我们投资项目经济评价指标的体系 这个投资项目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它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你单个方案 就是独立型方案 你自身能不能可行 主要是从有盈利能力的指标 有承战能力的指标 还有就是如果考虑资金时间价值 有静态指标 有动态指标 它都是要通过这些指标的计算 来判断这个项目是否可行 当然我们高进是站在这个角度比较高 它要求在具备一定的资金时间价值的基础上 等值计算的基础上 这些理论知识你掌握了 你才能够计算这些指标 那么对于这些指标的计算公式 我们要掌握这些指标的评判的原则 以及这些指标的优缺点要理解 尤其是计算 因为我们在考试中 我们现在高精 它基本上就是主观题 所以它很难考你文字的东西 基本上考这就是考计算 所以我们要重点是掌握公式 它的计算原理 基于这个地方要求比较高 我们在预期班里边 会给大家补充一些资金时间价值的计算 资金等值计算 这些个内容 作为它的一个补充部分 再来就是投资及设计方案的逼选方法 它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最成见的就是护士方案 AB两个方案 有A没B 有B没A 这两个方案比选哪个好选哪个 或者叫U中选U 再来就是价值工程 以及全生命周期成本分析方法 这个使我们这两年没有考 但是不意味着将来不考 当然如果将来考 考到了我们是比较幸福的 虽然价值工程它的理论值是很多 但是从考试的角度 由于我们都是主观题 所以考试的角度 它一般就是让我们做案例 V等于F比上C 价值就是我们的功能指数 除以它的成本指数 就是它的价值指数 我们多方案比选的时候 价值指数越大的方案越好 这个将来也可能考案例 当然它如果考到了 基本上我们就是送分的 因为我在经济中都会给你讲到它的典型案例 然后全生命周期成本分析方法 这个全生命周期成本分析方法 它一般就是最 案例里边可以考的就是CE法 也就是费用效率法 它就等于我们的 这个系统效率SE 除以寿命周期成本LCC 那么关键点就是 你怎么能确定什么应该计入系统效率 什么应该计入生命周期成本 这是关键点 这个生命周期成本 它包括经济成本 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 这个系统效率就是 我做这个项目带来的效果 那它的经济含应就是 我投入一块钱的生命周期成本 能带来多少效果 那肯定费用效率越大越好 我投入一块钱 我都能带来效率是两块钱 我投入一块钱 另一个方案能带来三块钱 那我肯定是这个三块钱的大 对吧 这是这 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 就是说你要做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投资十个亿 你资本金三个亿 借了七个亿 这是你的总的投资 那你一定要有先保证资本金落实了 你别资本金 你发起人 你资本金都没有落实 你就跟银行控制套白狼 对吧 那将来你这个项目要是失败了呢 对吧 所以这个资本金要落实 资本金它是不用承担利息的 没有利息 然后第二个资本金它不能抽回 可以转让不能抽回 第三资本金它有担保的作用 它后于这个债务资金成完之后 再收成这个资本金 还有我们建设资金筹措渠道 这个就一般了解 因为过去考单选题 它还能考这个地方 但是现在我们都是主观题 很难考 很难考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资金成本 它可以考你个计算 我们有债务资金成本 有权力的资金成本 资金成本的计算 这个要整我 像我们融资方式 我们典型的BOT 然后BT ABS PPP等等吧 这些融资方式 那么这些融资方式里边 最重要的就是PPP 政府跟社会资本合作 这个已经连着考了两年了 我们这21年 20年都考到了 而且考的分支还是比较多 所以我们学院要引起足够重许 将来还有可能再深入考 因为这个PP模式 是我们国家现在政府跟社会资本 合作的比较多的一种 这是第一 第二也是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第三也是需要 我们这些高级经济师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行业 你要特别关注 要懂 再就是投融资决策文件 投融资决策文件 这个我们教材里边是没有的 官方教材没有 但是在我2021年的课程 跟2022年的课程中 都会有 因为考试大工要求了 其实这个东西 我们在21年考试中 还真涉及到了 比如我们的科学线线报告 融资方案等等吧 涉及到这些东西 这一帧的考试情况 我们这一帧把21年 还有20年的考试情况 都给大家做了一个分析 分析的结果就是 这一帧 它的考分比较多 是考试一定会有的 是我们必须要重点掌握的 它的考分要占到25分左右 在2022年考试的时候 我们当时2022年 它既有客观体 也有主观体 它既在客观体 也就是单选体考到了 又在案例分析 题里边考到了 这是20年 到了21年 我们就没有选择题了 没有客观体了 全都是主观体 21年我们考到了一个主观体 这个主观体 主要考核到了这些 PPE项目协议 PPE项目的风险分担的原则 这些主要就是PPE 这种融资模式里边 它的一些个 你对这个PPE融资模式的理解 还有就是我们PPE 相关的政策文件规定的东西 拿过来了 再有就是财务评价 这个PPE项目的财务评价 那它主要就是涉及到 PPE项目 不管是什么项目 你都要涉及到 评价指标的计算 评价指标的计算 还有国民经济的区别 国民经济 还有财务盈利能力评价 有没有盈利能力 其实就是考你财务评价 和国民经济评价的区别 你的站的角度 你的费用和效率不一样 你采用的折线率不一样 你用的价格信息不一样等等 然后盈利能力 经线值的计算 考到了这个东西 本能要求掌握 投资项目经济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就是这些公式你要整握 至于评判标准 理解就行 但是公式首先要记住 因为我们要考 比如20年要考 那这些指标肯定会考你这些指标 某一个指标的计算 投资及设计方案的比选 这个其实就是多个方案 你利用这些指标来优中选优的问题 以及我们的加入工程 以全生命周期成本分析方法 这个加入工程 多方案比选 加入指标越大越好 生命周期理论的就是费用效率法 费用效率越大越好 此部分可以考核我们的案例分析题目 熟悉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 这个大家就熟一熟一就行了 因为这个东西它大根有要求 但是从考试的角度 它不太好出题 因为过去有单选题它还好出 是吧 单选题好出 但是全部都是案例分析 主观题它不太好出 所以我这就要求你熟悉 建设资金筹做渠道和资金成本 这个也是熟悉 但是这个这里边的资金成本 这个有权力资金成本和债务型资金成本 它的计算公式我们要会算 熟悉融资方式 但是这种融资方式 那里边内容比较多 大家熟悉 但是这个政府跟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这个还是要重点整个的 因为这块国家有很多政策法规 它主要就是考核这些政策法规 新冠的内容 这个可以考核案例 分析题目这个 整个这一章 还有熟悉 项目投资 融资决策文件 主要就是熟悉这些文件的内容 它的编制 这是考试情况 好 我们看我们预习班 预习班我们主要把一些个简单的 跟我们考试要考的核心知识点 又密切相关 主要为我们后期的经警 这些知识点做一个铺垫 所以我们选了几个比较重要的点 一个就是资金的时间价值 因为这些就涉及到 你这些评价指标计算的一些基本原理 用到的一些铺垫的公式 第二个是资金等人计算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资金等人计算 第三是投资性 经济效果评价指标 那这儿就涉及到这些指标的计算 公式 这些指标的评判的原则 这是这三个方面 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景点 首先看 第一个指点 资金的时间价值 什么是资金时间价值 这个概念大家理解就行 这个都不用背 需要背的地方我会给大家指出来的 需要理解的你听一听 能理解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们学习起来 效率就高了 不是说什么都要背 那什么都要背那不可能 正常人都记不了这么多东西 你理解就行 资金的时间价值 你想简单来说 我今天年初在银行存了100万 年初存的 我到年底 我存了一年 假设这一年利率是3% 我到年底是不是能把本金拿回来 还能拿回来3万利息 总共年底拿了103万 然后减去我一开始存了100万 那是不是我跟原来 起初比多了3万 这个3万就是利息 就是我们资金的时间价值 这是资金的时间价值 这个一说这个大家都很直观 然后把它生成到文字上 生成到理论上 你知道这个词就可以了 就是资金在运动过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增值 时间越长 它可能增的越多 我们把货币作为社会生产资金 它本身也是一种资源 投入到生产或流通领域 而增值的现象 就叫做资金的时间价值 这种增值通过储蓄 就是你存银行 还有投资 两种方式实现 那有的人说 随着时间 我这个资金就会升值吗 它要两个条件 储蓄和投资 你比如你把100万 放到你家这个存底下 你过10年 它还是100万 对吧 你得储蓄和投资 放银行 或者投资到什么里面 当然如果投资的话 那有可能就 资金的时间价值 是正的 有可能就是负的 你投资亏了 对吧 那储蓄在我们国家 我们国家经济发展 还是非常快的 我们国家的储蓄 利率是正的 在有一些国家储蓄 那利率是负的 对吧 所以说资金的时间价值 我们传统意义上 认为都是正的 因为那是在我们国家 很好 但是你放到有一些国家 它是负利率 你100万放到银行 过一年 不是银行给你3万 你可能还得给银行3万呢 对吧 当然那个东西是负利率 我们国家不是这样 我们现在就站在我们国家的角度 给大家解释一下 负利率的 什么是负利率 它是跟时间和利率 两个因素有关 就是这个资金的时间价值 既跟时间有关 还有跟利率有关 资金具有的时间价值 需要具备两个前条件 就是说你要具备时间价值 你要会增值 第一就是要经历时间 要隔一段时间 第二需要经过劳动生产的周转 就是说你没有经过劳动生产周转 它可能也不会增值 你比如就像我说的 你放到重底下100万 过了一年 它还是100万 对吧 它没有参与到我们世卫生产中 这个概念了解 第二资金时间价值的横领尺度 就是说你这个资金的时间价值 到底是大还是小 这个就是横领尺度 我们资金时间价值的横领尺度 有两种 一种就是绝对尺度 一种是相对尺度 把这个概念理解就行 利息 利息是资金时间价值的一种 重要的比较形式 通常我们用利息额 作为横领资金时间价值的绝对尺度 就是利息额 你像我刚才说的 年初存了100万 年底连本代息收了103万 那么103万减去100万 就是你的利息额3万 我这个3万利息是3万 这个就是绝对尺度 是一个绝对值 而利率是资金时间价值的 相对尺度 那你这个利率 就是你这个这一年的利率 你就是用利息除以你的本金 那你年利率就是百二十三 它是一个比值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呢 相对尺度 那么我们一般比较资金时间价值 是大还是小 你说用绝对尺度好 还是用相对尺度好 那你肯定是用相对尺度 它比较好 你不能说 我比如存一万 存一万 我到银行里边 年利率百二十三 那你存一百二十三 你这个绝对尺度肯定是小啊 因为你本金少 对吧 那如果我的利率是百分之四 你一万乘以百分之四 你是不是零点零四万元 对吧 那它就比这个大 但是人家这个本金是一百万 你这个本金只有一万 你用绝对尺度来表示 它很难表示资金时间价值的大小 我们就会出现用行对尺度来表示 这就是我们的利率 利率的概念 然后后边就介绍了利息 利息 它的绝对尺度和行对尺度 利息额的计算和利率的计算公式 这个都很简单 利息是指在借贷过程中 债务人支付给债权人超过原借款金额 就是超过你本金金额以外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利息 其实就是F就是本利盒 P就是我们的这个本金 也就是这儿说的 F就是本利盒嘛 P是借款的金额 就是本金 其实就是我一开始借了一百万 我最后还了人家一百零三万 这就是我们的 这个一百万就是这个P 这个一百零三万就是本利盒 然后我的利息呢 就是用一百零三万减去 原来借的本金 那我的利息额就是三万 这个就是利息的计算 它是一个绝对尺度 后边这个就了解了 利息在经济学中啊 经常把它作为一种投资 或者叫资金的一种机会成本 什么叫机会成本呢 机会 机会主义 机会成本 它并没有实际发生 它是一种奉弃一个项目 它最大的代价 它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债权人奉弃了现有资金的使用 也就奉弃了 呃 限期消费的权利 但是我短期 我奉弃了现在 我是为了今来 能够获得更多的消费 这这个就是我们的机会成本 为此债为人家 要为占用资金而付出一定的代价 因此在工人经济学中 利息 它是指占用资金所付出的代价 啊 就是你用别人的钱付出代价 或者是什么呢 我自己投资 我自己投资 我奉弃使用资金所得到的补偿 啊 我 我自己投资这个项目 我不投那个项目 我奉弃那个项目 呃 在这个项目上所得到一种补偿 也可以这样理解 这是机会成本的含有 其实就是说 我这一百万 我如果奉银行 年利率百分之三 我有三万利息 那我这个一百万 你要来跟我借 你要来跟我借 你得最少给我多少钱啊 你最少 你要给我两万块钱 我借给你干啥 我借给你还有风险呢 我倒不如奉银行 来三万块钱利息呢 对吧 那我借给你 你要给我的钱 你不能少于我的机会成本 你可能得给我五万 我才愿意借给你 你给的我利息 如果比这个机会成本小 我就不给你了 我有很多选择 第二就是利率 利率是指在一个借贷周期内 所得到的利息额 跟所借贷款金额之比 其实就是跟你借的本金的比 它是一个借贷周期 我们这个一个借贷周期 它可能是月 可能是天 可能是年 可能是周 可能是季度 这个你就要根据考题了 这个借贷周期 一个借贷周期内 这个利息额 跟借贷金额 就是本金的比值 那么具体来说 这个就是利率 是你这个借贷周期 你这个借贷周期的利息额 除以你的本金 就是这个利率 我们这个爱良 它这儿讲的是单位时间 T内的利息 这个单位时间是什么意思 就可能是一个月的利息 一周的利息 甚至现在有的这个 有的一些APP 是吧 甚至一天的利息 都有可能 就是单位时间 这个单位时间 可能是月 天 年 它的利息 除以你的本金 由于表示 计算利息的时间单位 通常称为 继续周期啊 这个叫继续周期 继续周期通常是 年 半年 继 月 周 天 这个继续周期有很多种 比如我们可以按月季 按年季 按天季 这个是继续周期 每个继续周期所定义的利率 称为周期利率 你比如我按年 我说 我说 年利率12% 按月季 按月季 那这个 它的 12% 它的利率周期是年 但是它继续是月 就是说 每个继续周期所定义的利率 称为周期利率 如一年的利率额 跟借贷资金之比 就是年利率 就是说 你这个 12% 你是一年 利息12万 除以你的本金 那得到的就是 年利率 得到的这个 就叫做年利率 那你这个一个利息 一个月 比如是1.2万 除以本金 那这就是月利率 也就是利率 周期 它要用你这个 继续周期的利息 除以你的本金 就是我们这 你年利息 除以本金 就是年利率 月利率 除以本金 就是这个月利率 这是我们的利率周期 要明白 这个概念 第三 利息和利率的计算 这个就是一道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在算利息的时候 就要考虑单利和负利 等我们基于周期数 什么叫基于周期呢 比如我时间 整个时间是一年 我按月记 那你一年有多少个月 12个月 那你每一个月 记一次利息 一个月记一次利息 你一个月记一次 你要记12次 这个就是我们的 记息周期数 记息周期数 如果我记息周期 我就一年 我也是一年记一次 那你这个记息周期 跟利率周期就一样了 有可能一样 有可能不一样 计算利息 就要考虑单利和负利 就是当你的记息周期数 在一个以上 比如我们按月记 按月记息 我整个记六个月 那我这时候就 我们的记忆周期数 就在一个记忆周期以上了 一个记忆周期是月嘛 我有六个月 超过一个记忆周期了 那这时候就会存在 单利和负利 这两种计算出来的利息额 计算原理是不一样的 要把这个概念理解 单利是指在计算利息时 仅计算本金的利息 就是只有本金会产生利息 那个利息不再生利息 而先前记忆周期中 所产生的利息 不再累计计算利息 先前的不再累计算利息 也就是同声所说的利不生利 利息不再产生利息 那我们看它的公式 这个是你单位时间内 产生的利息 就等于你的本金 乘以你的利率 也就是你这个 记忆周期的单利的利率 那这个就是 每个记忆周期 利息额的计算公式 它每一个 你看它的基数 都是我的本金 每一个记忆周期的利息额 它的基数永远都是本金 它的基数不变 然后它的这个利率也不变 这俩都不变 所以每一个周期产生的利息额 它也是相等的 有这么几个 几个不变 本金这个不变 利率不变 所以它每个记忆周期产生的利息额 也是固定的 这个我们就能推出它的含义 由更叹的式子可以知道 无论基忆周期多长 每个基忆周期的利息额 都是一样的 这个第一个基忆周期 第二第三 第N 每个基忆周期 或者叫假如是月 每个月的利息额都是相等的 我们用I代表N个基忆周期所付出 或所得到的单利的总和 就是说 我比如一个月 每个月都有利息 我算一年的总和 就是12个月的加义期 这个表示的就是总和的意思 那么它就是 第一个基忆周期 到第N个基忆周期的利息之和 那就得到这个式子 是吧 一不叛了 从第一个基忆周期 到第N个基忆周期 利率之和 那你看 它就等于什么呢 它就等于 这个是每一个基忆周期的利率 利息 每一个基忆周期的利息 乘以N个基忆周期 因为你每一个都相等嘛 有我们这个式子可以知道 在单利基忆的情况下 我们总利息跟本金 还有利率 这就是总的利息 它跟这个本金利率 以及我们的基忆周期数 是成正比的 是成正比的 也就是说 这个I总利息额 如果这俩本金和利率固定 N是不是越大 它就越大 是成比例的 成正比例的 跟这三个参数都是成正比例的 而第N个基忆周期末的本利盒 F 等于本金加上 N个基忆周期的利息总额 这个F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本金 它就是本金 你的本金加上利息总和 是这一次 F 就是你在整个所有基忆周期都过了 期末你能收回的本金和利息的合计 那就是一开始的本金 加上所有的利息嘛 那这是你的本金 这个就是你本金乘利率 这是每个基忆周期的利息额 乘以N个基忆周期嘛 就是整个利息额的合计 那这个汇总 汇总起来就是 你整个计算期末 你这个本利盒 就等于你一开始的本金乘以 1加上利率 乘以N个基忆周期 是这个式的 这是我们的单利 这个公式是单利公式 算单利的公式 本利盒 我们看一个例子 就理解这个单利了 其实它很简单 道理很简单 我们张某在2021年1月1日 将10万元存款 10万块钱 以三年定期形式 存入银行 就是存三年 约定单利即息 年利率是3.5% 到期后 张某一次性 可以取出本利合设多少钱 那就是算期末的本金和利息 注意哦 他这儿是让你按单利即息 当然我们在公众经语中 我们科学的或者叫传统的默认的方法都是用复利 那么除非人家考题要求你用单利 否则都应该用复利 这时候我们期末的本利盒就等于P就是你的本金乘以1就是本金 然后这个乘以ID就是你某一个记忆周期你的利息额 然后NN个记忆周期嘛 N次的 那我们把各个系数带进来 这是本金 然后乘以你三年嘛 三年 这个是你每年的利率 你的本金乘以3.5% 就是每年的利息嘛 然后我每年利息都是相等的单利 你其实就是你第一年100乘以3.5% 这是你第一年的利息 然后你第二年也是 你的利息也是这样 第三年你的利息也是这样 因为你每年算利息的基础都是本金 它是单利 利息不再生利息 然后这是三年的嘛 合到一起不就是3乘以这个3.5%再乘以它嘛 得到11.05万元 这就是你三年末 能收回来的本金和利息的合计 单利基金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 但是它那个利 你第一年第二年的利息 在第三年利息并没有计利息 也就是它只考虑了本金的资金时间价值 没有考虑利息的时间价值 因此单利基因法是一种不完善的基因方法 工程经济分析一般 注意一般不采用单利基因 除非考题让你采用 否则我们一般不用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复利 我们工程经济中最常用的 或者默认的都是复利计息 复利计息就是我们每一次算利息的时候 你一开始的本金和之前的利息都要升利息 就是上期的利息结赚为本金一并计算本期的利息 也就是说我算这一期利息的时候 我的基数应该是最初的本金和之前产生的利息 它在本期都要算利息 是这个意思 而经利息结准为下一期的本金一并计算利息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利滚利驴打滚 是吧 说旧社会利滚利驴打滚 其实就是复利 我们现在也是复利 对吧 都是复利 因为经济规律 为什么叫经济规律吗 它是有规律的 然后复利的公式某一期的或者某一个记忆周期产生的利息 就等于之前欠的本利盒乘以利率 这是利率 然后IT就是第T个记忆周期产生的利息 FT-1 DT-1 就是我现在这是比如这是第五个月 那T-1就是四月 就是上一个记忆周期期末的本利盒 注意哦 它是本利盒 FT-1 是本利盒 也如果我要算五月份的利息 那就是我四月末 上一个记忆周期末 我欠的本利盒 不是本金 是本利盒 那如果是单利的话 它的基础是不是就是本金 单利的基础永远是本金算利息 而复利 它是上一期的本利盒 这个不一样 就是单利跟复利 在公式上表现的不一样 就在这 那我们看 我们看这个复利的计算 设FN表示 表示N个记忆周期末的本利盒 则推导一下这个复利的计算公式 那我们第一个记忆周期的利息额 就等于你第一个记忆周期期初欠的钱 就是本金乘以利率 那你第一个记忆周期末的本利盒 这个本利盒 就等于你期初欠的钱 加上你的利息 对吧 那这个你把这个爱因用这个带进来嘛 不就是P乘以加爱嘛 P乘以加爱 其实它就是这样 其实它是怎么来的 就是P加上P乘以爱 合并图立项P乘以一加爱 其实这儿呀 它应该有一个一次方就省略掉了 是这样来的 那你第二个记忆周期的利息额 就等于你第二个记忆周期期初欠的钱 这个期初欠的钱 这个F1就是刚才在这儿算的嘛 也就是我们就能推出来 第二个记忆周期末的本利盒 就等于你第一个周期末的本利盒 加上你这个地方啊 第二个记忆周期这儿的利率 加上这个利率 这是I2 然后我们带进去 就等于F1乘以加爱 好 那么F1乘以加爱 就应该等于这个 那这个是怎么来的 因为你F1是不是在这儿 F1等于P乘以一加爱 对吧 这是F1 那你再乘一个一加爱 那不就等于P乘以一加上爱的二次方吗 这个是一次方 这是二次方 一次类推 一次类推 你第三 第四 DN 就能推出这个 DN个记忆周期的利息额 就等于你 上一个记忆抽期末的本利盒 乘以利率 也就等于FN 就等于P乘以加爱的N字方 这就是我们 负力计算期末 它的本利盒 就等于本金乘以加爱的N字方 这个N是指数 当N7末的本利盒 F N7末的本利盒 F就等于P乘以加爱的N字方 就推导到这个公式了 这个推出完了 其实就是我们F 等于P乘以一加上爱的N字方 简写就是这样 它的意思就是说 DN个记忆周期末的本利盒 F就是本利盒 等于你一开始 期出借的本金 乘以一加爱的N字方 用的这个公式 我们看一个例子 某建议项目 为取得后续资金 在建议银行 贷款1000万 约定年利率5% 贷款期限是三年 采用年复利计息的方式 则到期后 该项目需要支付多少利息 就是算的是利息 然后它这是复利纪息 没有说复利 我们也得默认按复利 它贷款期限 就是继续周期是三年 那我们就代入复利公式 第三年末的本利盒 就等于P乘以加爱的N字方 N应该就是三嘛 我代进去1000 这是P 然后这个是爱 然后这是N三次方 我们用计算机N 就得到了这个 1157.625 这是本利盒 那我要算的利息 利息就是本利盒减本金嘛 这样一减 就得到了利息 这个157.625 是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 三年利息的合计 需要向银行支付利息 157.625万元 如果采用单利计算 这是复利的利息 如果是单利计算 那你的本利盒 就等于带入我们前边的单利的公式 单利的公式 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是单利的公式 也就是这 那我们把单利的公式给它拿过来 F等于P乘以1加I的1加上N乘以I 那这是限值 这是这个等于是你一开始期出借的本金嘛 这个乘以5%是你每年的利息 然后这是三年的 得到1150 那你可以比一下哦 这是你的期末的本利盒 然后我用本利盒减本金 这是利息150 如果是单利你的利息是150 负利是157.625 那你负利157.625减去150 你多了多少钱啊 7.625 也就是说利率本金都不变 第一周期也不变 那单利跟负利相比就差了7.625 也就是负利他算出来的利息额要比单利要大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他因为他是利息还要记利息嘛 利滚利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啊 就是同一笔资金 在利率利息 你比如我们刚才这个利率都是5%年利率 还有记忆周期都一样 记忆周期都是三年 用负利计算出来的利息 比用单利计算出来的利息额要多 多多少啊 刚才这三年就多了7.62万元 由此可见 那么我们如果本金越大 利率越高 然后金融次数越多 单利跟负利这个差额 利息额的差额就会越大 这个都很好理解 大家通过这个 试着你一分析就能分析出来 负利反应的利息本质特征 是利息作为资本 利息它产生的利息 也作为资本参加到设备生产 再生产中了 因此在实际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 我们工程经济中一般采用负利计算 工程经济中都是用负利 除非题目让你用单利 那么刚才讲完了单利和负利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民营利率和实际利率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也是一个难点 我们在实际算低的时候 我们一般默认的都是按年算 也就是说我们的利率周期是年 记忆周期也是年 比如我说年利率12% 这个是利率周期 然后我说按年记期 一年记一次 这个记忆周期也是年 如果利率周期跟记忆周期都一样 那这个利率就是一个年实际利率 那如果不一样呢 比如我说年利率12% 括号按月记息 那就不一样了 这个是我们的民营利率 因为它利率周期跟记忆周期不一样 这个就不能是有效率了 就叫民营利率 也就是我们看它的意思 我们实际记忆的时候 可以是年半年天月记都可以 比如我们还房贷 一般都是按月还 我们信用卡一般都是按天来算 同样的年利率 同样的年利率 比如说年利率12%按月记 跟年利率12%按年纪 它的实际利率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不一样 一会我们会推导 由于记忆周期不同 本金所产生的利息也不同 因此若计算周期小于年的时候 基因年内的基因次数 蛋一的时候 就会出现民营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区别 其实这句话简简单来说 就是你利率周期是年 基因周期如果跟年不一样 那这个12%年利率 就是一个民营利率 除非它一样 它的基因周期也是年 那你看利率周期一年 基因周期也是年 那你就是一个年有效利率 否则不一样的话 它就是民营利率 就不是有效利率 好我们看民营利率 民营利率是指按年纪期的利率 就是说你利率周期是年 年利率12% 按年纪期的利率 可以用周期利率 这个周期利率就是你记忆周期 周期利率乘以一年内的记忆周期数 来计算 其实它就是单利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民营利率 R是民营利率 这是R 然后这个IT 它是单位时间T内的利息 乘以你记忆次数 这个就是单利的公式 算单利的公式 你把这个 这个是IT 它是一个利息 你把它利息就作为一种限制 或者作为一种本金 乘以我们的记忆周期数 若以一个月为一个记忆周期数 一个月为一个记忆周期 月利率是1% 那你则民营利率 就是你的年 你的年利率 年利率R 这是年民营利率吗 它说的是民营利率 等于你的单位时间内的利息额 也就是1% 乘以你12次 一年记了12次 就得到这个12% 这是民营利率的计算 很显然计算民营利率时 忽略了前面利息再产生利息 就是利息 利息不产生利息 其实就是单利 本质上是一种单利计息的方式 我们再看实际利率 实际利率是指在记忆中 充分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 它也就是说负利计息 实际利率是用负利计息 又称为有效利率 根据利息的概念 可以推导出民营利率 跟实际利率的关系 这个就是推导过程 我们假设年初有一笔资金P 它的民营利率是R 一年内记了M次 则记忆周期利率是R除以M 记忆周期利率 因为你这个记忆周期利率 M乘以你的I 是不是就等于我的R 那你记忆周期利率 I不就等于R除以M吗 这是我们的记忆周期利率 就算出来了 记忆周期利率 一年后产生的本利盒F 用负利表示 那F不就等于 你看F 它不就等于P乘以1加I的N字峰吗 这是我们负利的公式 本利盒等于P 一开始的限制乘以1加I的N字峰 那这个I等于什么呢 我刚才通过民营利率推导出来 I等于你这个年民营利率 除以你的记忆次数 把I带过来 就得到这个式子 P乘以1加 民营利率除以记忆次数的M次峰 这就是我们的实际利率 跟民营利率之间的关系 这个公式 实际利率跟民营利率的关系 这个公式我们一定要掌握 那具体来说 F就是你负利G7期末的本利盒 P就是限制 然后R是你这个民营利率 M是记忆次数 根据利息的定义 可以推导出如下这个式子 一年内实际产生的利息 那你这个是利息额 等于本利盒 西末的本利盒 减去你的本金 那这就是我的本利盒 P乘以加I 这个其实就是I嘛 利率周期的利率 它的M次峰 减去P 把它带过来 合并从类型得到这个式子 我们再根据利率的定义 这个不是利息吗 那你利率等于利息额除以本金 我用这个数 这个数除以本金 本金不是P吗 用它除以P P跟P不就去掉了吗 就得到这个利率 等于1加上R除以M的M次峰 再减1 这个利率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实际利率 再根据利率的定义 可以得到实际利率I 这个叫实际利率 它就是通过这个 这俩式的一笔得到的 那么R是民意利率 R除以M是周期利率 M是年内的利率次数 那我们刚才在这儿 我这个I跟这个I表示的是不一样 这个I其实就是我 我用再加一个I1 I1它是周期利率 是就现在这儿 R除以M是周期利率 M是一年内的基因次数 好 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 其实民意利率跟实际利率的关系是这样 比如我们说年利率百分之 年利率百分之十二 年利率百分之十二 按月记息 那你这个百分之十二 就是一个年民意利率 这个年叫做利率周期 这个月叫记忆周期 那你年有效利率呢 也就是我们这儿 如果是年有效利率 我这儿加一个年 它应该等于什么呢 一加上你年民意利率 这个就相当于R 除以年记十二次 扩起来的十二次方减一 如果它是月 这是百分之十二 如果这儿不是月 是季度 是季度 那你这个年民意利率 就应该等于什么呢 一加上百分之十二 然后你继续一年记几次啊 四季 四次 除以四 四次方减一 如果这个是半年 半年第一次利息 那你就是一加上百分之十二 除以二 扩起来的二次方减一 也就是说 看你这个利率周期 跟你这个第一周期 一样不一样 如果一样 如果一样的话 这个我年利率百分之十二 按年记息 那你就是一加上百分之十二 扩起来 除以一 对吧 它的一次方再减一 那你合并一下 不就还是百分之十二吗 对吧 这时候你的利率周期 跟记忆周期一样 都是年 那就是一个年有下利率 对这个公式分析 当M记忆周期数等于一的时候 也就是说 你年利率百分之十二 然后括号按年记息 是吧 这个M等于一 一年就记一次 这时候你年利率百分之十二 民意利率百分之十二 跟实际利率百分之十二相等 当M带一 也就是说 我年利率百分之十二 比如我按月计 那也就是 记多少次 十二次 带一的时候 那么实际利率 大于民意利率 这个G周期数越大 G次数就越多 然后实际利率 跟民意利率的 差不多就越大 因为你这个是 一加上 我的R2除以M 它的M次锋 减一嘛 这是年实际利率 这个跟年民意利率的 差就会越大 它的含义 我们看一个例子 某些物贷银行借了一千万 年限是一年 银行同期贷款的年利率 是百分之六 那这个是年利率 是利率周期 若分别以以下几种情况 来计算利息 则该项目还款的时候 它的年实际利率 还有本利和 有何区别 这里边就考虑了 单利和负利 第一 年负利第一次 以一年为一个 第一周期 第一种情况 第二 一年负利两次 就是半年 第一次利息 第三种就是 一个季度 三个月 这个 第一次利息 按季度计 那就要计四次 第四种情况 就是按月计 计十二次 我们题目中提到的 年利率百分之十六 它实际上是什么呢 年 民意利率 是民意利率 不同的季季周期的 实际利率 我们可以推导出来 我们看这个表 这个民意利率百分之六 这个百分之六 就相当于R等于百分之六 民意利率 然后如果 第一次 第一次你M 第一周期是不等于1 那你的 周期利率 周期利率 其实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的 有效利率 有效利率 周期利率 你按年纪 按年纪 那它其实就等于R除以M R除以M得到的 就是利率周期利率 那这个实际利率百分之六 是怎么来的 实际利率百分之六 就是你1加上 你R是百分之六嘛 除以1 然后你基因次数是1 它的1次方再减1 你不就是百分之六吗 这是百分之六 那你实际利率 年实际利率 跟年名义利率相当 就是因为你 这个基因次数M 是不等于1了 然后我本利盒 我用这个实际利率 P乘1加I的N字方 就是1060 那这是基因次 按年纪的本利盒 如果我还按半年基因次 那你基因次数是2 这个百分之三是怎么来的 是不是R除以M 也就是百分之六 除以G两次嘛 得到它 然后你这个 百分之六点 零九是怎么来的 那就是1加上 这个百分之三 它的二次方 再减1 得到这 然后我F 复利基习 P乘1加I的 二次方 P乘1加I的N字 二次方 就得到了 它是实际利率 那这个已经换成实际利率了 对吧 已经换成实际利率了 年实际利率 那这个就不用2了 是吧 得到1060.9 如果是用这种方法 这是年实际利率嘛 你这个是民营利率 那我就1000乘以1加百分之三 它是这个利率周期利率 你这个利率周期利率 要跟这个记忆周期要一致嘛 你这个利率周期利率是半年 你一年计两次 得到1060.9 这零种算法 结果是一样的 如果换成季度 那这是4 这个1.5%就是6%除以4 然后这个就是代工事 1加上1.5% 4次方减1 然后这是用它乘以1加上年实际利率 得到它 然后或者是用1000乘以1加1.5% 利率周期利率的4次方 一样 换成12个月 同样方法能算出来 那算出来之后 我们看 都是 民意利率都是6% 本金都是1000万 然后时间都是一年 但是它记忆次数不一样 记忆次数越多 大家看 这个本利盒 随着记忆次数的增加 这是本利盒 这是本利盒 这个是本利盒 这个是本利盒 那么本利盒是不是越大 本金是一样的 本利盒越大 利息额就越大 就能得出这个回率 也就是民意利率是6% 按GG息 利率是1.5% 富利G息 年利率是 年有效率是6.14% 其实就是说 这些数是怎么来的 这个实际利率怎么来的 这个是利率周期利率是怎么来的 然后本息额是怎么来的 根据这个能推出来 那么这个二者的本利盒是相等的 就是如果GG周期是一年 如果按照月利率 0.5% 富利G息 跟按年利率 他计算 本利盒也是相等的 其实就是这两种算法 你看 这个一样 这个一样 我们在工程经济分析中 民意利率 它不可以直接拿来进行比较 除非方案的GG周期相同 就是它说的是 年民意利率不能直接拿来比较 我们说年利率12% 这个只能说是一个民意利率 除非你都算年纪期 对吧 除非GG周期相同 否则必须把不同GG周期的民意利率 转换成实际利率 才能进行比较 好 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我们要注意 最后我们要知道 年实际利率就等于 1加上民意利率除以G1次数 它的G1次数次方减1 这是实际利率 这是民意利率除以G1次数的M次方减1 这个是民意利率跟实际利率的转化公式 我们要理解 好 那么第一个知识点 我们就讲完了